這邊技能好像都沒有太大的變化 真麻煩 因為時間壓太緊了 反正我想要做 有太多事情要弄 結果就沒辦法把事情做好 蓋聖誕樹的話 就只是蓋一個小小的而已 簡單就是蓋小小的就好了 這邊基礎要出現的東西就是山木啊 等一下再去拿山木好了 裝飾是可以裝啦 可是就只是拿個羊毛 或者是一些可以讓它發 看看能不能讓它發光的東西 去當點那個裝飾就好 這個還是要用彩色玻璃會比較好看一點 有沒有蜘蛛聲在叫啊 其實意外的還蠻有模有樣的 雖然不知道是為什麼 好像蜘蛛死掉了 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蜘蛛死掉了 壞 沒有藍色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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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的話 靴子嗎 靴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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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上會來不及 我今天光是這樣蓋東西就來不及了 算了 就這樣子 先這樣子吧 如果之後還有什麼更好的想法我會再改 不過目前的話就先這樣子吧 至少以功能性來講應該算是蠻合格的東西 這裡沒有什麼需要弄什麼東西 應該是這個地方到這裡的連接處感覺不太對 要塞個香草了 準備放玻璃 為什麼 為什麼 全都變強勢 啊 蛤 哪來的啊 啊 我在村民又死光了 好像也不是說有 該死的智障村民 自證明了就算這個東西做得再怎麼好 那個有多亮 不管有多亮都還是會 導致悲劇發生了 我突然意識到我這邊應該要直接做柵欄門 它就不會破門了齁 算了 反正也都沒有過來了 我已經沒有村民可言了 所以就 好 之後再看看吧 之後再看怎麼整了這個 突然好無奈喔 好不容易弄起來之後呢 你最後給我的 哈哈哈哈 最後是這樣子 還有一些東西已經先弄出來了 所以我也沒有說很物足就是了 當然要物足還是可以物足的 很誇張的 不過就算了 反正 現在這建築物已經等於是空屋了 空屋諸壽 已經 行動廢 瞬間成為 兇宅 我在旁邊蓋車站 然後隔壁的屋子就變兇宅了 這是怎麼回事啊 工地發生命難嗎 我突然想不起來 彩色羊去哪了 我看好像沒看到他的名字啊 不會吧 不會吧 我的確是沒有 看他的名字耶 欸 剛剛 跨那麼久 竟然沒看到那隻彩色羊的名字耶 你該不會悶死吧 要不要這麼厲害啊 在我不之前的情況下就死掉了 這更扯 我沒有遇過這麼慘的狀況耶 整個死光光耶 天啊 各方面來講就是死得太殘烈了吧 看 看2018 真厲害 再加深感佩服 好了好了好了 粉紅色可以收 可以弄了 先處理好粉紅色就好了 紅色大概之後一併一併處 沒有 那我等下一次到時候到時候再弄 再等下一次吧 早知道全部都用成柵欄尋格式就好了 便沒事了 又完成了一個 堅辛萬分 而且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死了一隻彩虹羊 彩虹羊是還好啦 主要是村民啦 村民死太慘了啦 我從沒有遇過這種情況 村民死 死成這樣 放顆泥土 然後把 種上去 然後再 賞骨粉啊 失敗 我是不是應該讓牠先這樣長 讓牠這樣長會不會比較好 可惡不爭氣的骨粉 我真懷念當時是 骨粉一吹一吹就熟了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簡單多了 現在喔機率性質 簡直跟這種彩票一樣 我是真心覺得真的是超便宜 喔唷唷唷唷唷 意外的還蠻好看 略...略低了一點 我... 還可以 意外的這樣子看其實還蠻... 蠻貼近 蠻...蠻契合的 已經不會有... 不...不迷死亡... 任何事件啦 已經沒有什麼東西可以... 可以... 可以讓牠死了 已經... 沒有可以讓牠死的東西了 好了意外的... 比我想像中掉 這樣一個就可以 刺濫樹 把旁邊放... 放幾個... 那個像是... 小樹葉... 或者是... 像禮物一樣的東西... 喔唷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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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唷 蛤唷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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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唷� 然後先做出木頭 多麼浪費木頭啊 蛤? 船不能夠 船不能堆疊 你他喵 哇這會變很麻煩 這會變超麻煩 那個迷的 迷一般的那個床枝空間 這邊已經有20了 然後1 2 3 我要做一個床的房間 只有床 這邊沒有別的只有床而已 哇這是什麼 不知道是什麼 這邊有10 20 30 40 50 這樣已經50張床了 這是50張床的量 欸我不能堆上去喔 What the heck 8 8 6 8 8 7 現在87個了 87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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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真的是有流傳的 呵呵呵呵 這個是什麼 呵呵呵呵 我不能睡裡面的床吧 睡裡面的床是不是就直接消失 那個人就掛掉了 欸還是不夠欸 你看喵的 沒關係我這邊還有一點點那個 還有一個特殊的貓可以做 我應該慶幸這個說我旁邊有生怪塔吧 我只要這時我們的小殭屍都還在這個地方 毅力不搖 是為你拍拍手 沒關係今天主要目的突然 從原本的目標完全轉換成別的東西了 我的床啊 床之屋 哇這個 有點牛啊這個 很好 史上最 最怪異的東西出來 超過一百張床做出來的 超過一百張床做出來的東西 就叫你床之屋了 欸等一下 為什麼你在生氣什麼 怎麼在你家啊 白天的死喔 蛤 蛤 蛤 然後就 怎麼 大家自己強力的不滿之後 然後就自己離開了 怎麼跟 怎麼跟 那個台灣 有時候發生的事情這麼像 好 就是 來這邊 這樣一下完之後就 就跑走了 我們的床之屋 不能講床 床之屋啊 床 床之屋是就 床之間好了 欸意外的這樣還蠻有FU的欸 從上面看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是什麼做 這做得比這個還好啊 哈哈 哈哈哈哈 你們怎麼看 我覺得這 這一棟意外的還不錯欸 還蠻好笑的 哈哈哈哈 超有特色 呵呵呵 這 這大概 呵 這大概是我做過最 最奇怪的東西之一了 然後這因為有光臉的關係 所以我這邊還有陰影 真是的 好了今天就這樣子了 哈哈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